好,那,剛剛的程式我們執行過了,像這個樣子 我打一個HPC,然後呢,後面給他一個運算式 他可以幫我轉換成這種,這種運算碼 那,運算碼的每個都只有一個運算 每一條字子都只有一個運算 但是這個一條字子可以有很多運算 那,你就說把很多運算拆成一個一個的運算 基本操作,然後組合起來 那,基本上,便宜器做的大致上就是類似這兩個事情 那我們剛剛呢,這邊是原始程式碼 我把一開始程式碼一開始的地方去驗出這個規則 然後最後才驗出大家的可惜結果 那這樣,你會發現我們前面這一段程式 就是呢,很大一段 大概有五六指塔左右 它基本上沒有 都不是語法的部分 因為這些要做火器的話 就必須要一些基本操作 那,真正的火器從這裡開始 我呼叫PASS STR 然後我會把STR塞到TOKENS這裡 然後呢,我用E 呼叫E呢,它會把這個TOKENS給整個火器 然後編譯完成 那所以真正的 真正的編譯是在E這個函數一定 E這個函數也就是剛剛這個E E等於T加減T型號 就是說,T後面呢可能跟著加減T 0次以上 所以呢,我怎麼寫成是呢 我一開始 當我看到這個E的時候 我就PUSH一個E 代表說目前是在E這個背中的降落 那你PUSH其實也沒有關係 只是沒有辦法 除錯比較不好處而已 那接下來呢 我呼叫T 這T呢,是下面這個函數 為什麼呼叫T呢? 因為E等於T嘛 因為才真T 接下來呢 用WHILE IS NET WHILE IS NET 如果下面是加減的話呢 就繼續做T 繼續比對T OK 然後前面這個第一個T呢 放在T1 後面這個T呢 就把它放在T2 OK 那最後呢 如果我今天看到的是 T-T的話 那我們就產生一個 一個TX-TY的指令 OK 就是TX-TY 然後呢 放到TZ 那這樣一個指令 所以 其實是T1 加減T負 然後放到T裡面 這樣子 那最後呢 因為運算已經不算完了 所以再把T1呢 執行給 指定給T 也就是說 這樣子才回圈之後 才會繼續 繼續有T1存在 那 所以當我這樣子一個 一個 T的 怎麼講 非終端項目 它透過 透過這樣的語法 改寫成程式的結果 然後 先 先 先想辦法 補西一個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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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後面是跟著加減 就繼續再補西T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 這樣子 就可以做到補西的動作 但是要做到產生層次碼 就是像後面這兩個指定 它再產生 產生機器 那同樣的 這邊 T等於F 乘除F 所以這邊一樣 T等於F 所以一個F 然後呢 乘除 然後呢 又F OK 那因為 信號 所以是用Y Y 信號就是 零次以上 幾次都可以 用Y 好 那 最後呢 F等於N F等於N 或者是E 括號E 那我們先看 括號E的部分 先處理 如果 CH這個括號 那就代表說 接下來是括號E了 是括號E的話呢 我就有呼叫一個 就先取掉這個括號 然後呢 再取一個E 然後再取掉下一個括號 而且我這邊有一個assert 接下來這個字 也一定要是 一定要是括號 否則就是錯誤 assert 是這樣用的 就是 當你 這個東西如果 不是括號的時候 它就整個成是中子 然後告訴你 成是哪一行 就錯誤 那 這個是處理掉 這個括號E的部分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一定是個分 那我就確定 它是不是0到9 那如果是0到9的話呢 就把字取掉 那字取掉的話呢 去印出 印出說 p px等於那個數字 所以你會看到 像這邊p0等於3p1等於5 這些都是這裡印出來 p2等於5 都是這裡印出來 接下來p3等於t1乘p2 這是哪裡印出來 p3等於t1乘p2 這是這裡印出來 p3 p1乘p2 這裡才有層 那p4等於t0加p3 這是哪裡印出來 p4等於t0加p3呢 所以整個層次就是這樣用地圍的方式一直做 所以這種 這種夥溪方法 因為它是用地圍的方式 不斷的從上面往下降 那做出來的 那這種夥溪方法就稱為 地圍下降 夥溪法 OK 好 那你如果學過資料結構 你應該寫過類似的東西 那你可以發現 這種寫法跟那種寫法 不見得你的程式碼 那種就會比較差 不見得 但是這種寫法比較有系統 很差 可以感覺到 欸什麼樣的圓法 我都可以這樣寫 不然 但是呢 你資料結構那種什麼 運算式啊 然後放到堆疊啊 優先順序啊 那種東西 你如果要做一個高階語言 要剖溪像這麼複雜的系語言程式 你要怎麼做 很困難 但是 如果要這種地圍下降式了 那我照做就可以 照著語法做 好 所以你只要把語法定義來 你就可以照著做 好 那這種就是做便利器的原理 所以就是便利器 感覺很複雜 其實原理就是 語法規則 轉換成程式碼 就這樣 那語法規則 當然就相對很頓 轉換成程式碼 相對就會在這裡 那這邊請各位 仔細去看一下這個程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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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